德爷这次运气实在太好了,随便拦下一辆卡车坐顺风车都能碰见非洲公主,很难想象公主会跟平民一起坐卡车,这可把德爷高兴坏了,难道是想去坐驸马爷了吗? 其实他是为了能进入到这个国家里,寻找一个神秘的地点。 几天前,德爷通过卫星照片看到非洲大草原上有奇怪的板点,他从来没看过这种景象,感觉像是陨石撞击行程。 为了查明真相,德爷准备亲自过去瞧瞧,那里不仅会受到野生洞的袭击,还有可能碰到道理团队。 他尽量往背包里塞满有用的东西,现在可以带上摄影师前往目的地。 他们要从伦敦坐两趟班机到上比亚,再用超能力换成私人飞机到蒙古。 距离目的地还有相当远的距离,德爷得想办法穿越河流去到最近的城镇,渔港卡拉波,当地新路才盖了一半,并没有什么会过来,只能乘坐卡车前往其他地方。 原本他还想坐船到卡拉波,可这里的黑哥要价比他们脸还黑,德爷可不想花冤枉钱,宁运在这里等,一天一般的卡车。 当地人告诉他,四点就会有卡车过来,德爷也只能乖乖停在原地等车了,没想到,都快五点了,这卡车才过来。 上面坐着的都是羞辱工人,德爷赶紧跟司机大哥商量,最终还是坐上了顺风卡车前往卡拉波。 德爷发现车上除了工人外,还有看起来气质不错的女人,一番交流后才知道,她还是一个公主。 德爷赶紧上前套近乎,要是得到她的帮助能省下不少麻烦。 公主非常喜欢德爷,邀请她到到利鲁伊部落做客。 这是一个自治村落,同时也是皇室家族的句点。 拥有着独立的君主制度,这里国王就是公主的叔叔。 尽管有公主的担保,但是还得通过严格的管控才能进入。 工作人员建议找裤套长老,外来游客都需要得到她的许可才能留下。 公主向德爷介绍着利鲁伊皇宫,并没有想象中那么豪华,围墙也只是用树枝做成。 德爷感觉就像走在伦敦中央,白街换宫旁边一样,不过她还是能感受到要比居民房好很多。 想要进到公园里面,还得跪下进行仪式才能进去。 路相随俗,德爷跟着公主进行仪式。 库套长老询问德爷穿越这里的原因,德爷表示她只是过来交朋友的,没有恶意。 原本当地是不容许媒体前沟通就过来的。 但毕竟是公主带过来的人,他们还是同意了德爷。 公主带着德爷到他家的地,表示可以让他们扎营过夜。 没想到,客房都没,只能在外面过夜,不过德爷已经很满意了。 晚上他们还度过了一个美好的晚餐。 德爷感觉这一切都非常不可思议,随便坐辆卡车都能碰到非洲公主,他很期待接下来的旅程。 两周前,他的儿子坐着独木舟,前往其他地方,不小心进入到河马的领地,他还没反应过来就被河马袭击。 当场船毁人亡,至今连躯体都没有找到。 德爷还得想办法渡过河流到渔港卡拉波。 非洲公主邀请德爷一起吃早餐,当地人会用火堆煮饭,虽然看起来简单,但是能够通过一树枝调节火力,效果非常好。 拉出树枝就会变成小火,再放回去就立刻变成大火。 享受完早餐后,公主亲自送德爷坐船离开这里。 可以说是相当有排面。 船夫告诉德爷河里最危险的就是河马和鳄鱼,不过他们更害怕河马,一口就能将独木舟咬断。 为了安全起见,每天都有巡逻员配箱过来。 当地人还会吃河马肉,听说吃起来就像鸡肉一样。 很快德爷就到附近的一个叫马洛克的村庄。 村庄长老的儿子,不久前就被河马袭击丧命。 德爷听到这消息非常抱歉,看来这河水比想象中还要深。 最糟糕的是,前往卡拉波的必行之路,至少有三头河马在那。 尽管如此,德爷还是选择继续前行。 天黑前终于来到船夫居住的地方。 德爷跟着孩子拜访当地的领袖,请求今晚能过夜。 对方还是非常热情好客,邀请德爷留下来。 当地孩子还是第一次见到食物链顶端的男人。 一直都像看猴一样围了起来。 德爷很享受这里的氛围,停着房间里合唱的声音。 我觉得这生活的歌是一个很大的部分。 整个人都感觉放松了下来。 就是走到哪都会被他们围起来,就连待在房子里,都能看到他们在外面偷看。 德爷打算今晚跟着村民到河里捕鱼,顺便勘查一下河道情况。 来到河边跟村民会合,一个的表情非常严肃。 在远方有两团隆挤的东西,没想到这么快就碰见河马。 现在双方还处于安全距离,还是能够到河里捕鱼。 不过得随时注意他们的动静。 当地有不少渔夫害怕被河马拱,选择放弃捕鱼。 在夜间捕鱼渴渴渴是相当危险,只能听到河马的声音。 突然有只河马向德爷靠近,这可把船夫吓坏了。 立刻掉头回到岸上,今晚什么都没抓到,但也见识到了河马。 德爷只能祈祷明天渡河时,不会碰到河马了。 为了安全起见,德爷发动超能力,找到一艘快艇。 这要比昨晚的独木舟安全很多。 很快德爷就来到了卡拉波,隔壁就是野生动物保护区, 经常有盗猎者偷偷溜进去。 德爷需要得到当地负责人的通行证。 原本他还想着独自一人前往目的地。 但是这里要求有武装护卫才能进入, 就这样给德爷安排那个黑人小哥前行。 这里距离目的地大约有50公里, 打算花三天的时间徒步走过去。 坐车前往遍运地带,可以看到到处都是野生动物。 这次德爷留下摄影师,在黑人小哥的陪伴寻找神秘斑点。 你们肯定没想到,当地人会利用地洞里面的水煮饭。 里面到处都是蚊子,只能不断将水咬出来。 水会流回洞里,能得到一些泥土过滤得到的水。 这样煮出来的饭你们会吃吗? 最后再搭配上辣椒酱,就成当地特色美食。 德爷刚进入保护区时,还听到有其他人说话的声音。 很有可能是倒立者,黑人小哥已经拿着武器去查看。 看到底下的脚印,可以确认刚刚有人在这停留。 德爷感觉气氛瞬间严肃起来。 他选择天还没亮就出发赶往目的地, 差不多要走八个小时才能到达。 沙地上有非常多的蜡条, 他的毒液足以让成年人毙命。 好消息是这里没有狮子,但是有猎狗。 德爷已经发现前方的猎狗群, 哪怕手上有枪也只能选择绕路走。 这么没有什么能遮阴的地方, 即使碰到也早就被辣条霸占了。 现在可怕是困难重重, 幸好前方有个小树林。 小西一会后,德爷煮了点食物补充能量。 他们并没有什么防御设施, 今晚只能轮流守爷防备猎狗。 天一黑,猎狗群就开始行动。 听声音应该就在附近不远处, 陪人小哥并不怎么担心, 让德爷先去睡觉。 不过帐篷附近一直出现动静, 这让他毫不睡意, 没办法只能再生一把火驱赶。 幸好一夜无事, 他们感觉轻松了不少。 昨晚猎狗应该是盯上其他猎物了, 现在距离目的地只有9公里。 走了很长一段时间, GPS显示就这附近了。 周围都是长长的草丛, 很难想象那般点是怎么形成的。 很快他们就发现不一样的地方, 这里应该就是德爷要找的目的地。 草丛中有很大的沙洞, 跟想象中完全不一样。 德爷派出大江到空中看看, 这里的确就是德爷要找的地方, 不过并没有卫星照片上那么神秘, 应该是之前雨季, 坑里装满了水, 才导致看起来像斑点。 德爷还是没搞懂这些洞是怎么形成的, 看起来并不像陨石造成, 更像是人工挖掘。 附近不远处有一处村落, 他们应该知道些东西。 学问当地酋长后才知道, 原来他们挖出这些坑, 是为了用沙子弄成水泥, 石块运来盖学校用。 但是学校只盖了一半, 因为当地法律不允许破坏环境, 果然德爷在学校附近看到不一样的岩石。 虽然这般点已经变得一点都不神秘了, 但是这次经历却让他终生难忘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